后代华藏世纪大地显现 比如佛刹一一尘 一切国度一入宗 一一宗现一切宝 一切宝片满一切重 天的第四网 这个光明到哪个光明 那个光明到哪个光明 咱们这个亮了 咱们这个法堂的光明 你说哪个灯的光明 你分不出来 光里都分不出来 截严的时候 这个灯光是这个灯光 那个灯光是哪 咱们这是世俗的 你还可以分 感那个天地是你分不出来 因为咱们的光不太亮 那个回向的呀 那个护发的灯啊 灯光小 光发不出来 这种光不同的 光光互射 光光互骗 这都如来神变里 还得假如来神变里 庙宝庄庄严的华杖世界 菩萨游行骗师方啊 演说大四驻宝庄庄严 此时道场自在立 摩尼庙宝庄严地 放尽光明 放尽光明 被读师 所有庄人的嗜好 充满法界等虚空 佛里自然入世线 佛的神里自然显现的 朱尤修自 普贤院 无佛境界 大自人 能够以此 插海中 一切入世 一切 诸神变 是解了 解什么呢 所有演说 这些庄严 这个庙宝 这个光明 就是这个 华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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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道场 也可说菩提道场 咱们可以说 咱们的法堂 咱们的法堂的道场 这都是佛的神力加持 信吗 华杖世界咱们可能信 说现在我们这个法堂 普罗斯现在法堂 现在我们说黄远经 说这是佛力加持的 在这个无助纳赛 在末法当中 在这个世界 刀兵水火灾害 也横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说华严经 大家来学习华严经 相信这是佛力加持吗 应当有这个信仰 要相信这是佛力加持 没有佛力加持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常说大海 都拿大海做笔 大家不要想到大海 想到什么 想到你的心 这是我们自信的显现 我们的八十心 的八十 不是眼镜中子吗 咱们现在所说的 华杖世界是镜中子 咱们现在所说的环境是眼中子 含障时 含长着眼镜一切 现在我们虽然处理眼 但是可是镜的成分 我们把这个眼变成镜 普贤普贤就告什么了 而是普贤普贤 福贤大中原 诸佛子 此世界海的大地中 有时 一切妙宝庄严聚 庄严其底 妙相模拟庄严其难 披露折诺摩尼宝旺 以为去往 香水盐测 聚重宝采 充满其蹤 种种宝货 宣布其上 沾探续墨 成印沉淀雾 沉淀雾 沉淀雾 沉淀雾可不是脏的 是沾探细末 成印其下 沉淀雾 就在那个什么雾里 沾探细末 沉淀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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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宝光明 沉淀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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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子文言说成的 分头的花 佛容水中 不可说百千亿诺尤陀 诺尤陀树 石宝四楼床 四楼是戒 四楼是戒床 恒河沙说一切宝衣陵王传 恒河沙说五边陕像宝华楼阁 百千亿诺尤陀 诺尤陀说石宝莲花城 每个城都是石宝庄园城的 石宗宝贝所城的 多少个城的 百千亿诺尤陀 一个诺尤陀是不可知术 叫乌央术 百千亿那么不可知术 因为对众生说不可知术 对那些大夫是可知术的 所以上头还得加个百千亿 四天下 微臣树的纵宝树林 宝燕莫尼以为其王 这个树林跟那个树林都有网络造着的 恒河沙说 沾探相祝佛的 颜影光燕莫尼 不可说百千亿诺尤陀寿 重宝圆墙 西贡未要周片岩丝 先从海底说起 完了又说到海难 海难又说到王 王又说到水 索又随到华 华又说到沉淀雾 沉淀雾又说生 沿佛的阴生 说法阴生 阴生完了又说光明又放光 完了光说又说到人了 说到人了 这些个从从无尽 词中有笔 笔中有词 难极是底 底极是难 往极是难也是底 十个是交互融洽的 种种庄严 但是呢 白莲花 一首大白莲花 当于水壮 那首莲花是真正的 四箭 一阶是难 其他的都不是的了 这里所说的 金 人 玛瑙 车区 湖泊 山虎 珍珠 玫瑰 秦萨 这里所送的行 有十种宝 他说这个大白莲花呀 咱们前文不说分头莉花吗 分头莉就是大白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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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大白莲花 你大白莲花可微妙了 清净无言 在其他的经上到讲 大莲白白莲花可处于污泥当中啊 不是像这个了 就是清净当中 行人让莲花在这说不思界里头 清净无言 触言而尝尽 在言中而前莲花 又分如意 如果大家说那个白杜姆法 白杜姆法就是大莲花 大莲花 这个含义的意思 他所指 这我这个 我们华文部把它画了 说大白莲花 大白莲花 就是经上所说的分头莉花 就是大白莲花 那个大家 大日如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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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莲花呀 白的呀 像那个锄矿的银 像白银的一样 光亮多莫 七相无比 这座莲花非常的大 咱们这个说 就是华盛世界了 说在人间呢 没有的 出了天资 欧脑达斯里头 它的根就是那花根啊 长有一尺段 花的伞的形状呢 就像我们那个碎莲 大家看着碎莲呢 这个花是生于玉泥当中的 形容着 在这个说佛世界 众生的养构当中 能够成佛 在尘而不严 那些大菩萨到这里都众上 它也是跟众生一样的 但是它不受延误的 是清洁无奈的 但是它生长可生在玉泥当中 说一切入佛成就 是成就在众生当中的 没有众生佛成不了佛的 十大愿望的回向报佛 报众生能的时候 就是 为什么报众生能 没有众生佛成不了佛的 菩提 第九大愿呢 菩提根就是众生 菩提树上所结的果 就是祝佛 没有这个根的支运 菩提果是成不到的 菩提因就是祝大菩萨 金能成果 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 是利于众生的 所以把这个大白莲花 为什么讲它这么多呀 所以经上有时候把它形容着 特别是庙法 庙法莲花经 也是用莲花形容着 庙法莲花经 庙法莲花经 如上师为庙法了 他也有成长的时候 也有开泄的时候 也有泄的时候 过去呢 祝大司 翻译经的